要不要花钱翻修一下地板 要不要放一个hot tub 要不要搞一个游泳池 要不要给游泳池加热 要不要装一个deck 还是说这些钱攒着 用来买新的房子 那在商业地产里面 类似的决定都是可以通过算投资回报来做出决定的 北大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今天呢来分享一个思考问题的过程 这个呢在商业地产里面其实是经常用到的 那希望呢对你有启发 不仅是投资管理短租房 或者是投资管理很多其他的资产 其实都是可以套用的 如果有启发了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拿我自己举例啊 我最近在想要不要在我的cabin后面 装一个deck放一个hot tub 就是那个温泉 很多人喜欢泡着温泉 愿意花更加多的钱去有温泉的房子里面 那值不值得呢 我们就要算一下这个放一个hot tub的投资回报 那总投资呢就是放一个hot tub 装一个deck 安装总共大概需要一万两千块钱左右 那回报是什么呢 我看周围差不多的房子 但是有hot tub 他们价格呢基本上比我贵 每一碗大概50块钱左右 那我们薄收一点 算每一碗收入增加30块钱 那一年下来我平均入住率是82% 那我们算一个整数按照80%来算 那因为有hot tub 我的一年收入会增加30乘以365乘以80% 所以是8760块钱的收入 但是因为有这个hot tub 一年得增加很多的成本 比如说维护成本 维护成本基本上每个月200块钱 要请专业的人过来换水 维护 还有过滤器 每个月要换大概50块钱左右 所以每个月呢就是250块钱额外的成本 水费我们这边是固定的 所以也没有多下来的成本 那这样算起来一年是3000块钱的成本 但是还要再加上一些维修的成本 因为hot tub万一坏了什么的 你要修 这个也是得预算进去的 假设每三年一大修花3000块钱 或者说五年换一个新的花5000块钱 那也就是说每年算他有1000块钱的维修成本 这个其实挺保守的 毕竟一个hot tub的寿命啊 是5到20年 那我这里就算他寿命只有5年 那加上前面说的成本呢 每年成本是4000块钱 那这样就可以算投资回报了 因为有这个hot tub 可以多赚8700块钱的收入 但是成本呢 多4000块钱的成本 那也就是说每年多净赚3700块钱 那总投入12000 每年多净赚3700 也就是每年31%的投资回报率 差不多呢 三年多回本 那有了这个投资回报率 就可以做决定了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钱放到别的地方 赚超过31%的回报 那就投别的 如果比这个低的话 那比如说现在再买一套别的房子 那因为利息这么高 可能就只有10% 15%的回报 那就用来放一个hot tub比较好 这里面还有个时机的考量 如果说我明天就要把这个房子卖了 那我放hot tub的成本 靠现金流是来不及回本的 那我就不做了 除非我卖房子的时候 本来一个25万的房子 因为我放了一个hot tub可以卖28万29万 那这样可以回本 还可以有点收益 但是大概率卖不出一家的 大概率一个25万的房子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放一个hot tub 可能也就是卖个26万 可能也就卖个25万 那就是连本都没有办法回 那就没必要了 那其实大的地产基金也是这么想问题的 比如说地产基金现在就会想 在市面上面买商业地产 如果就只有6%的回报 那不如花钱改善已经拥有的这些资产 那为什么我知道他们是这么想的呢 因为这个就是我本职的工作 我本职工作很大一部分 就是分析怎么把钱用来改善现有的资产 可以获得最大的回报 那这个算术其实是很简单的 做的好与不好的差别 就在于你有多少的证据和逻辑 去支撑你的假设 那为什么说你加了个hot tub 每晚的价格就可以多30呢 能有这些假设是因为花时间做了研究 管了一段时间有经验了 知道客人需要什么 愿意花多少钱 并且我管的房子里面有有hot tub的 有没有hot tub的 所以我知道价格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管理过 所以我知道可以叫谁去做维护 要做什么样的维护 不然的话呢 那些假设是就瞎猜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算术 去骗自己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决定 但是其实啊 这些小房子啊 花这么多时间用这个方法 确实是有点没必要的感觉 那毕竟就是一两万的事情 在商业地产里面这个金额是上几百万的 那肯定是需要多花点时间做很多的PPT 公司里面要层层审核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毕竟自己的房子虽然金额不大 但是相对于个人的资产来说是很大一部分 那谁花了这么多钱投资一个房子 不想好好弄呢 所以一旦这么想了之后啊 多花点时间分析研究也是蛮必要的 希望对你有启发 如果有的话呢 记得点个赞 贝塔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